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处就是省了很多人力成本 对于人类来说它很少出错 而且它在数据收集这方面也会更加的精准 Ai toしては産業の労働人口不足に対して AI あとはロボットが貢献できると あとはコストランですとか 業務効率化 あと安全性の向上 Ai to your TV and into your ads how it kind of knows what you're going to want to watch what you're going to want to do ロボットs can drive trucks for 24 hours a day they don't have to rest they don't have to sleep maybe the accidents are much lower because of when the software's all worked out you don't have any errors in the system 律端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常见的担心自己的生活数据会泄露的一些问题 占据一些原本人工的职位 所以可能会导致失业率上升 it could be one of those issues where maybe it could go a little bit too far inulating the privacy 私自身もアナウンサーとして不安なのが やっぱりもしAIが喋れるようになっちゃったら アナウンサーいらなくなっちゃう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いうところ 中国其实人工智能运用很广泛 比如说像智慧交通 在慢慢普及的自動驾驶的公交车 中国的顺丰 他们已经倉庫里全部都是采用了机器人的一个搬运货物 在比如说近期举办的奥文会上 什么炒菜的机器人啊 然后什么智能的汽车 以及他们还使用人工智能去辅助裁判 评判这个运动员的评分 我听听的是 有关的智能力而成熟 特在香港的人工智能的 我们听听到检查 在街上 我们可以拍摄 全部 大家都能真的 找到了 中国是AI的技术 是世界首层的 自然言語使用的 技术和自動運転的 自動運転的 非常貢獻 比如說科幻小說裡描述那種 全自動的社會 躺在家裡就可以把所有事情都做完了 可能就在一個小房間裡 就可以在世界旅遊 我們想成為友人的AI的朋友 可能我們會把握手放在頭上 當我們考慮 我們會有想法 想法 那總是在科幻小說 但這可能會發生 有可能會發生 有可能會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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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們聊天 跟我們聊天 有可能會發生的 可能會發生的 人們經常說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 是在北京石井山的守崗園 噠噠噠噠 沒錯 我們在守崗園裡邊 可以隨處可見 這樣的無人清掃車 這個無人清掃車 據說是可以實現了 5G加北斗的一個應用 它是通過大數據這個平台來操控的 還有一點就是我們可以注意到 它可以實現 一邊清掃 定位非常的準確 還有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它有一個屬於自己專門的ID 就是它有 它有自己的車牌號 咱也走了一會兒了 逛了一會兒了 有點累 如果此時此刻 咱有點水的話 或者說喝杯咖啡 非常非常的過意和解渴 無人售貨車 看到沒 招手極貧 我們來試一試到底 怎麼來買東西 買點水 然後再買杯咖啡 是吧 夠了 確認下單 好的 製付完成了 製付成功 請拉開右側車門取貨 一關請貨門 右側車門 哦 咖啡到手了 還有一瓶水啊 好的 水也到手了 哇 就這麼簡單 非常的容易 如果說您走累了 在這個整個大園裡邊 您如果說找不到這些超市的話 就這樣 就給無人售貨車 您可以就買到水了 你看人家就走了 我感覺這水啊 比在這個普通超市買的水 都要甜 走在手綱園裡邊 我們隨時可以看到 這種無人駕駛的汽車 那麼今天我們也非常榮幸地 邀請到了聯通志研院 資深基礎專家 我們的劉博士 來跟我們講一講這個 無人駕駛汽車 又是我們的劉博士 劉博士您好 您好 請您給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無人駕駛汽車 它現在處於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這個無人駕駛汽車呢 它現在主要是 單車智能和智能網聯相結合的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那個激光雷達 還有前面的這些車像頭 它就可以作為一個單車智能的傳感器 然後幫助這輛車了解周圍的環境 來實現無人駕駛 就像給車裝上了眼睛鼻子耳朵 這種感覺 與此同時呢 我們網聯呢可以增強 比如說我們可以通過路端 把紅綠燈的信息 或者是車啊 這個矮它看不到的信息 其他的周圍環境信息 再給到車這邊 通過通信的 5G通信的形式或者車路通信的形式 這樣就可以實現自動駕駛 可以看得出來 真的是非常的高科技 這個大家比較注重的 就是一個安全的問題 它如何來確保 就是說乘客的安全 還有一個車輛的安全 你說的太對了 這個安全是特別重要的 首先呢 它自己的這個駕駛系統 是非常做了安全保障的 就是它周圍的環境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它都會採用停車 或者是靠邊 漸漸停車的這種方式 來保住安全性 如果它的傳感器有了問題 我們的通信可以補牆 然後告訴它周圍有危險的情況 它也會自動停車 所以萬不講 如果車的制動啊 方方面面有任何的更大的問題 我們還可以通過 遠程的雲平台 通過5G網絡來實現這種 遠程停車 從而呢 保證咱們能夠 這個實現這種安全的無人駕駛 啊 是這樣 那我們可以去體驗一下 我看一看 這個我們就溜達看看 好的 你點那個開始行程 現在可以走 我們就是點這個開始行程 就可以先走了 對您看它會顯示 這個車輛周邊 有哪些行人 其他車道有沒有說 然後給它一個路徑的規劃引導 這真的是一種大片的即時感 感覺這個未來感 就完全體現到我們現實生活當中 就是主駕駛完全沒有人 然後就看到方向反正自己在動 嗯 對 像它這個所有的這些數據 都可以通過5G網絡傳到雲平台上 這樣雲平台上可以實實地掌握 這個車輛的運行狀態 包括它的時速 它的位置 然後那個如果發現這個車輛有任何的問題 遠程都是可以接管的 不管是無人駕駛還是輔助駕駛 都不得不提一件非常關鍵的技術 車輛協同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要去體驗一下 像這種車輛協同和車車協同 它是幫助這個駕駛員進行輔助駕駛的 您看 現在網區有一個車輛經過 往前方 有碰撞危險 前進設駕駛 它就會提示到我們那個碰撞的危險 車距太近的時候它都會提示 這就是通過車和車之間的通信來實現的 那麼車路之間的通信 比如說紅綠燈 它還有多少秒變燈 它就會通過來走接我們的導航 它是要通過核心網那邊 這個平台層面下來的 像這個它就是非常直接 我們路側的檢測到的信息 可以直接給車 另外一輛車的也可以直接給到這個車 它是實驗性保證的很好 剛剛體驗了一圈無人駕駛騎車 給我兩個非常大的感受 第一個就是非常的平穩 第二個就是非常的省心 您就安心的坐在後排 然後解放雙手 不用擔心紅綠燈 安安靜靜的在後排坐著 非常非常的棒 希望這項技術 能夠更加的推廣開來 能夠更加的成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